把台灣贏回來 台灣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它是全民台灣人民的 同樣的國旗也不是國民黨的專利 它是台灣人民的 1月13號 發展台灣 創造我們自己台灣的 就在這一次同時下降 民進黨跟國民黨把台灣贏回來 需要你們的幫忙 這個奇蹟才會成功 對 各位好朋友 阿伯有大家 絕對不放棄 不放棄 我們要贏 我們可以贏 我們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 各位 台中的鄉親福樂 大家好 好 還有在網站上面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下個禮拜六 就要投票了 剩下這最後的一個禮拜 今天我們在這裡舉辦這一場活動 當然 我們要感謝 台中市黨部的黨公職 志工 支持們 其實 其實 最重要的是 各位前來參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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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台灣民眾黨 我認為 在現階段 我們的資源相當不夠 如果 要不是因為有 各位 各位 的付出 跟幫忙 我們無法 走到這個地方 現在 我們離勝利 只剩下最後一頂路 我們需要大家 繼續給我們幫忙 和支持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謝謝大家 中商頭 人口有四百萬 單單 我們台中市 在人口數上 就是已經是六都的第二名 如果 再把苗栗雲林加進去 有五百五十萬 這五百五十萬的人口 其實 就是要以台中市 作為它的 關鍵樞紐位置 一個城市要發展 當然第一步 交通要做好 交通 又可以分成 入海空 我們先講比較簡單的 海 其實台中港 應該可以發揮 更好的功能 因為事實上 不管是它的貨運量 或者是 它的客運量 都還有提升的空間 當然 所有這一些 都需要政府去努力 清泉岡機場 其實我檢查 我給它算過它的數字 它每年的進出人數 還比台北市的 宋山機場還少 那主要是因為 國際航班 沒有用這個機場在起降 另外 整個中商頭地區 要到清泉岡機場的交通系統 還不是設計得非常好 除了海運 空運 其實 台中還有一些 在陸運上面 可以做得更好的 目前的 台中高鐵站 台鐵高鐵 在那個地方匯合 另外 其實那個地區 還有很多公有的土地 它可以變成我們 台灣西部的 轉運站 人家說 台中好運轉 台灣就會轉好運 所以 另外 台中捷運的南線 要延伸到 海上 在靠海的地區去 這也是要做的 另外 在目前的 台鐵的海線 還有單軌的地方 所有這些 都需要我們去努力 另外 有人在問 如果交通做好了以後 不管是陸海空 我們把這些交通弄好以後 其實更重要的 台中市應該要有一些 產業的升級 因為我跟大家講 產業做得起來 年輕人有工作 年輕人才回到這個地方工作 那當然 才會在這個地方升值 才會變成一個完整的城市 台灣 當然在現階段 不能沒有台積電 但是 更重要的 台灣不能只有台積電 其實 我們台中的精密機械 有很多的世界隱形冠軍 所以如何讓我們的 精密機械產業做得更好 包括大杜山的科技走廊 要把這個 台中的 產業的一個聚落 要把它做起來 當然 作為台中的市民 大家對空氣污染是非常有感的 我還記得 有一次 我到日本的東京灣 他們也有一個燃煤的火力場 我特別去看 我在那裡看了老半天 發現 它沒有味道 也沒有什麼黑煙 也沒有看到說 那個排水有什麼問題 我就想起一個故事 賴清德曾經說 他們要燒乾淨的煤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問題不是 煤乾淨不乾淨 其實更重要的是 人乾淨不乾淨 做為台中的市民 其實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大家要知道 台灣十大死因 第一名是癌症 癌症裡面 死最多的就是肺癌 而這肺癌跟空氣污染 是很有關係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到南投民間的 那個什麼 浩天宮 我從山上 往下看 整個台東地區 天空烏蒙蒙的 我拿出那個 測PM2.5的 一測你知道 連在南投民間 你知道 PM2.5都 四死續戰 我去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台北市的PM2.5是19點多 我要卸任的時候 已經降到了11點多 跟花蓮台東差不多 所以我常常在想 不管是陸海通的交通建設 不管是精密園區 或者是大杜山的科技郎帶 不管是清泉岡機場 台中港 甚至大家最關心的 空氣污染的問題 其實 政府要做什麼事情 政府就是要解決 人民每天遇到的問題 所以 政治要落實在 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那麼 怎麼做到呢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就是需要一個 清廉勤政 愛民愛鄉土的政府 把柯文哲送進總統府 我還記得 2014年 我第一次 去走大甲媽祖遭境 我走到了新港 特別到新港文教基金會去看了一下 我當時 在牆壁上 留下了幾個字 我說 政治不難 找回良心而已 其實 執政也不難 莫忘初衷而已 莫忘初衷 找回良心 什麼叫做 政治的良心 正直誠信 就是一種文化 我們常常要想著 我們要留下一個 什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 我要跟大家講 要做到這一個 他就是要有一種 把台灣當作自己的家 而不是旅館來看待 我要跟大家講 我也常常在想 當年我們都支持民進黨過 為什麼在這八年當中 會墮落成這個樣子 一直在想你知道 其實最簡單的理由 他們執政到一個程度以後 良心不見了 就這麼簡單 就 如同我在 總統的電視辯論會 我直接問賴清德 你作為醫生 你對高端疫苗的看法怎麼樣 當時 在疫情已經爆發 已經 台灣人民開始在 因為感染死亡的時候 你們民進黨政府 為了要在高端賺一點小錢 而黨BNT進來 不顧台灣人民已經在死亡 我說你對這個問題 你有什麼看法 他不敢回答 他只是說 他也主張 高端疫苗的契約要公開 我在這個地方 也直接問賴清德 你當副總統 結果你的衛福部長 不管是上一任的陳時中 還是現在的薛瑞媛 根本不屌你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你想想看喔 這麼簡單的事情 有那麼困難嗎 有需要封存30年嗎 結果陳時中說 他們是保存30年 不是封存30年 太離譜了 這個喔 就像他們以前說 這是停電 不是缺電 這個是超埋 不是走私 還有喔 這個是超增 不是超收 有 甚至還有 矯正回歸 他們其實可以編一本喔 民進黨幹話路 太離譜了 就如同我剛才講的 其實政治不難 找回良心而已 我還記得 2017年 蔡清文總統 到基隆火車站去宣布 只要4年的時間 80億 他要做 基隆輕軌 他還當時講很大聲 過去30年 國民黨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現在 4年就要把它完成 2017年到今年 進入了2024年 已經6年多了 請問 基隆輕軌在哪裡 他說 這個基隆輕軌 已經換成基隆捷運 但是80億要變成600億 我跟大家保證 600億蓋不起來 而且最重要的 他們規劃的基隆捷運 沒有基隆 因為只到8度而已 我第一次問他說 基隆捷運 怎麼會沒有基隆 他說 太陽餅裡面也沒有太陽啊 民進都賣過片了啦 我也不認為 政府不可能說 完全不做錯事 但是我們需要一個正直誠信的政府 你想想看喔 從賴清德在處理違建 就知道整個民進黨的問題 一開始 他說那個是合法的 結果人家說你這個根本是違建 好 他說他有繳房屋稅 人家說你這個連戶籍都沒有 你要怎麼繳房屋稅 他說喔 他小時候 他們家是礦工 家裡很窮 台風來的時候屋頂就會飛掉 所以他們是工僚改建的 後來 黃國昌就拿空照圖出來 你明明就是2003年才新建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常常是講一個謊話 就要講十個謊話 去cover那一個謊話 奶皮你要賴著不猜啦 太離譜了 就 其實啦 講一個謊話以後 常常就要講十個謊話 去cover那一個謊話 後來要講一百個謊話 去cover那十個謊話 所以在電視辯論會的時候 我直接跟賴清德講說 欸我都看不到你 因為你已經被謊話淹沒了 賴清德說清楚 他最近被逼急了 他說他那個要信託 人家就跟他打槍你知道 你這個沒有建造沒有死照沒有產權 你是幽靈建築你到底要怎麼信託 還有一點 如果你現在要拿出來信託 那麼過去二十年 你擔任公職財產申報的時候怎麼不報呢 還有齁 你當這個副總統理論上財產也是要強制信託 那你也沒有報告啊 所以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其實 我也不認為說 做一個政府每一件事情都百分之百一定不會出錯 重點是我們誠實的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我要跟大家講 現階段的台灣 現階段的台灣 已經不需要發現問題的人 也不需要解釋問題的人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解決問題的人 台灣的選擇 我們的選擇 不過 民進黨有更厲害的方法 他們不是解決問題 他們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這樣他們就沒有問題了 太離譜了 今天 只要跟民進黨意見不一樣 他就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我跟你講 今天有超過65%的台灣人民 希望政黨輪替 難道我們台灣的中共同路人 已經超過總人口的65%了嗎 所以 但是 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講 我後來發現 這個希望政黨輪替的人 有65% 意思就是說 希望民進黨下台的人大概65% 但是 我要告訴大家 還有另外一個數據 不希望國民黨上台的大概有70% 過去 30年 每一次選舉 國民黨就說要下架民進黨 民進黨說要下架國民黨 我們各位 全國同胞 我們終於有一次 可以同時讓國民黨跟民進黨一起下架 下架能力 把柯文哲送進總統府 大家 想一想 有這麼高的民意 希望民進黨下台 希望政黨輪替 但是如果這個政黨輪替 是國民黨上去 這是你們要的嗎 我是 最近 在 就在幾個鐘頭前 那個新加坡有記者來訪問 他說 你常常在罵民進黨 罵國民黨比較少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問題是什麼 我跟他講說 猴子 不是爬到樹上才屁股紅的 他是爬到樹上才被看到 當猴子蹲在地上的時候 他坐在地上 當然我們就看不到他屁股紅 但是他屁股還是紅的 我說今天只是因為民進黨執政 所以被他看到很多缺點 我說只要換 國民黨那隻猴子爬到樹上 一樣是屁股紅的 台灣的選擇 唯一的選擇 特別是 我要跟大家講 在這場選舉 到現在為止 我可以很驕傲的跟大家講 離選舉 投票 只剩下七天 應該說六天 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有辦過募款餐會 這個也是要謝謝大家 大家都給我們最大的溫暖 小河捐款都捐給我們 但是我也非常的節省使用 但是更重要的是因為 台灣人民對我們的支持 你想想看 今天這個場合 如果是用遊覽車載過來的 這樣幾萬人要花多少錢 不會少於一千五百萬 同樣的道理 我們的小草運動 甚至我們很多志工 背著那個氣球 從台北走到 墾丁 再從墾丁走回台北 將近一千兩百公里 你想想看 如果是用公關公司去做 要花多少錢 至少一億以上 但是我們都沒有花錢 都是靠大家 2024的選舉 它對台灣人民來講 它是一個歷史方向的選擇 我們要走向新政治新文化 還是停留在舊勢力 我們要給台灣有一個新的前途 還是停留在藍綠二鬥的泥道 我們要走向理性務實科學 還是繼續停留在意識形態 各位 我在 兩個月前 我去台南拜訪了一個年輕人 我想 就在前幾天的YouTube 或許你們有上網去看過 我常常在想 年輕人不怕辛苦 他只怕沒有希望 現在的年輕人 我們把它叫做 事不一沒有 找不到好的工作 買不起房子 不敢結婚 當然更不敢生孩子 但是最慘的是 沒有希望 所以叫事不一沒有 年輕人 不怕辛苦 但是他怕沒有希望 我要跟大家講 我是48年次的 在我的年輕的時候 我們都認為 我們只要努力 我們就有機會 我們只要努力 就有可能成功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 他努力有用嗎 所以 我們不要再 批評那些年輕人 說他們應該要更勇敢的 面對世界 錯 我們這一代的人 我們要更勇敢的 創造一個環境 讓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可以在這片土地 有一個公平的 成功的機會 各位 各位夥伴 1月13號 我希望 大家總統票 頭1號 柯文哲 吳馨瑩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氣藍綠 保台灣 讓台灣走向新政治 脫離藍綠二鬥的泥道 台中市 第一選區 拜託大家 也投給 1號的蔡壁如 蔡壁如動算 他是一個 非常認真的人 他跟我一起工作 超過30年 我已經很早上班了 他比我更早 所以 我跟大家保證 他絕對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這個國家 需要認真工作的人 而不是耍嘴皮的人 請大家 政黨票 投給12號 台灣民眾黨 好 我們希望 下一屆的國會 三黨不過半 讓台灣民眾黨 可以扮演關鍵的角色 不會讓整個立法院 繼續回到兩極對抗的局面 各位夥伴 請相信自己 我們會贏 而且我們一定要贏 而且我們一定要贏 我們會贏 我們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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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 倒散 柯文哲 倒散 柯文哲 柯文哲 倒散 倒散 我們 不可以讓我們的年輕人 在台灣這個社會 沒有希望 為了年輕人的未來 我們一定要把國家迎回來 再還給人民 為了留下一個 更好的台灣給下一代 讓我們 一無反顧 平日 拜託大家 把台灣迎回來 把台灣 贏回來 把台灣 贏回來 贏回來 台灣 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它是全體台灣人民的 會 同樣的 國旗 也不是公民黨的專利 它是台灣人民的 會 拜託大家 我們一起 把國家迎回來 贏回來 1月13號 翻轉台灣 創造我們自己台灣的 再次的奇蹟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一無反顧 聽一次 一無反顧 聽一次 我們 大家 一起 努力 再創造一次 台灣歷史上的奇蹟 創造奇蹟 把國家 贏回來 就在這一次 同時下降 民進黨跟公民黨 把台灣 贏回來 把國家 還給你 拜託大家 需要你們的幫忙 這個奇蹟才會成功 拜託 拜託大家 柯文哲 動帥 謝謝各位 柯文哲 動帥 柯文哲 動帥 柯文哲 動帥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一定要贏 把國家贏回來 柯文哲 動帥 柯文哲 動帥 柯文哲 動帥 動帥 柯文哲 動帥 柯文哲 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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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有反顧 沒被害 一無反顧 metro metro 有反顧 沒被害 一哈 我 submit 謝謝大家 我們一定要贏 1月12號 開刀劍 1月13號 出門投票 台灣的選擇 30秒 謝謝大家 三聲一曲功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來來 謝謝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有一件事 還沒交代 最後一個禮拜 各位年輕人 請記得 我們要進行一場 不走出家門的客廳革命 拜託大家 請你去說服你的爸爸媽媽 阿東阿嬤 外公外婆 請他們一定要投給柯文哲 非常辛苦了 非常辛苦